我叫陈宁丽 今年65岁 退休十多年了 目前退休工资3400人每月 这还是这么多年每年上涨的缘故 刚开始退休不到1800 每月3000多块钱退休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 也是比上不足底下有余的 可人的欲望就是这样 总有不知足的时候 在每个月退休金到账之时 我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轻轻叹口气 每到这个时候 网八号明就会笑了对我说 你就知足吧 钱多钱少日子不都这样过吗 身体保重好 就能多挣很多年前 每次老伴这么说的时候 我都被他逗笑了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人的钱半生是拼了命带挣钱 到后半生永宁才能挣到钱啊 但当初我顶替父亲班的时候 如果听父亲的 已成副业的话 完全可以当一名教师的 可由于自己认知肤浅 蓄荣心强 加上母亲在旁边对我煽风点火 最后进了县房职场 当了一名仿制女工 要不说人哪有前后演呢 多年后的今天 企业退休金和教师退休金 那简直是天地之别啊 但时光不会倒流 后悔也没用 知足常诺吧 我来自一个办公弹农家庭 父亲是一名教师 母亲在家务农 家里是姐弟三个 我是老大 下了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记忆里我们家的日子 在当时的农村来说 属于中上等人家 不是劳力多的缘故 而是家里有个当教师的父亲 其实当年教师的工资也不算高 但父亲每月月拿了钱 让我们家生活水平比别的家高很多 小到点心水果 大到衣着 日常伙食 都是让小伙伴们很羡慕的 在小伙伴们连棉纱线衣还没有的时候 我就穿上毛线衣 记得那是一兜枣红色的毛线 母亲不会织 还是找村里年轻的小媳妇帮忙完成的 父亲自己就是个教书先生 所以对我们姐弟三代的学习抓得很紧 无奈我脑子比较笨 只读到初二就回来了 那时候还没有分田到户 像我这个不上不下的年龄比较尴尬 去上工吧 很多农户不会做 在家待着又怕村里人书闲话 他被贴上资产阶级大小的标签 所以只能硬的头皮去生产队 等待队长对我分配活 好在队长比较仁慈 不是让我看场地翻晒倒鼓 就是放牛 偶尔跟着一帮大人们学着下水天插秧 就这样 我在家白鸭子跟罗混了两年多 因为意想不到的惊喜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我还不满十七周岁的那年夏天 有天晚上在外面乘凉回去 听到父亲和母亲在厨房边刷锅边说的话 只听父亲说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半病退 提前退休 让小丽去 不过如此一来 我的工资肯定就少了很多 那也划得来呀 怎么这一把小丽的工作解决了 母亲书话声虽压得很低 但她尖溜溜的嗓音一直中气十足 我在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 等我三步两步跨进厨房时 父母的对话夹来而止 我就好奇地想问怎么回事 却被母亲不耐烦地敷衍出来了 让我赶紧去打扮井水 把几张床上凉席擦一下 但我知道 他们肯定说的是与我有关 果然 在即将要开学的时候 父亲经常回来整理一些材料 还让我去镇上照相馆 拍几张头像 等父亲拿着几张吊歌回来的时候 才正式告诉我 他提前退休 让我去顶替他的班 听到这个消息 简直把我高兴地想跳起来 这意味着我不用跟土地打交道 就能跳出农难了 看我嘴笑得像荷花似的 母亲严肃地对我说 其实你爸这么做 可完全都是为了你呀 看你这清水架子 真是文不能测字 我不能捞狗屎 不想哲客咋办啊 母亲的脾气我知道 刀子嘴斗俯心 在家一直比较强势 所以眼下他怎么奚弱我 我也不往心里去 只要不让我干农活就行 虽然我家是姐弟三个 但那时候弟弟妹妹年龄够不上 我算是进水楼台先得月吧 可接下来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 那就是去当老师 还是进城当工人 依我父亲的意思 你孩子还是当一宁教师比较好 风里不来 雨里不去的 人际关系也单纯 可没等他说完 我就赶忙说道 我当老师肯定不行 我自己上学时那么笨 那不是误人子弟吗 谁知道父亲说 又不是让你去教书中 小学二三年级还不行吗 再说每年暑假都有教师进修班 陪圣陪训就可以了 其实父亲说的也是实情 就来我们村那野小学来说吧 教一 二年级的那几个名班教师 估计也就高小毕业 相比较而言 我比他们读了书还多 但我不愿意 头摇得像波浪谷似的 说我不想在农村当老师 成天对一帮孩子打交道 有什么意思 听我这么说 母亲也接过话 道 小丽说的也有道理 既然有机会进城 为啥不换的环境 非要在农村呢 就这样 后来父亲还是遵从了 我和母亲的意见 把材料递上去 等候通知 结果没过多久 我被安排到 县房职场上班 从未出过远门的 头蹄下子来到城市 感觉啥都是好的 风是柔和的 天是碧蓝的 远呼吸的空气 都是鲜甜 鲜甜的 虽然刚开始听的 车间机器的轰鸣声 有点不适应 结杀弄碎的手忙脚腕 但我干活还算灵动 在师傅的调教下 很快就上手了 再说每天也就五六个小时 而且还是三班道 时间自由 所以在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 我先得自己添置了身形透 的雀梁花褂 宝兰色棉绸裤 一双小白鞋 后来在同事的窜桌下 又买了一条五合色的连衣裙 还别说 知识人要衣裳 马要安 得来着出落的 亭亭玉利的我 用条花手绢 把一头绣发 往脑后随便一扎 再把那条裙子一穿 一点不夸张 走在大街上 那回头率 绝对是百分之百 当然 吃水不忘妈井人 我知道我之所以有今天 那完全是 张了我父亲的光 所以 后来每挣一分钱 也不敢瞎话了 留下有限的几个钱 剩余的全 交给母亲 以此来贴补家用 还时不时地 得弟弟妹妹买学习用品 父亲虽然办了病退 但后来还是坚持 在村小学教书 直到正式退休 老话讲 一家养你百家求 我那时候的恋爱目标 肯定是成立小伙子 虽然厂里有几个年轻人 对我是好的 其中有一个 对我穷追不舍 但我不会心动 我不希望两口子 都在一个单位上班 在婚姻上 我这辈子的选择 还是明智的 如果当初 答应了那个车间 修理工小凡 那后来就悲催了 因为在我四十岁的时候 纺织厂不紧气了 我们都遭遇到了下岗 当然 那是后话 有一年春节 中月初四 我跟母亲一块 去老姨家扮演 当时我捧的水杯 边在院子里晒太阳 边看几个孩子打破课 这时候从院门外 走进来几个人 其中有一个 身着军装的年轻人 等来绿军装就格外醒目 所以那夜年轻军人 往那一站 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 这时候老姨赶忙 从厨房迎出来 边用围裙擦着尸首 边满面笑容地招呼道 浩敏啊 听你妈妈讲 不是说你今年 没有探亲嫁吗 咋还回来了呢 只听那叫浩敏的年轻军人 回答道 舅妈 我这是领导 临时安排几天假 我想想还是回来了 准备后天就走 所以今天过来看看你们 接着老姨家人忙得团团转 那天中午 家里开了两桌 那天吃饭的时候 我和浩敏被安排坐在一桌 出于女孩的矜持 那天我没咋说话 但内心对这个解放军同志 莫名其闹地产生好感 云走之前 老姨忙不迭地 给我十多几包糕点 让我带到厂子里吃 同时 老姨又准备得浩敏拿点 接过浩敏笑地说道 我不要 哪有男孩子吃零食的 都给小丽吧 我当时一听 脸疼立下红了 浩敏居然跟老姨学得 喊我小丽 就这样 后来在老姨的牵线搭桥下 我和浩敏谈对象了 其实那时候浩敏在部队已经提干了 而我也是城市户口 两人相差三岁 还是挺般配的 我和浩敏婚后第二年 儿子出生 因为浩敏那时候还在部队 孩子小 托户家里还有几个僧的僧女要照看 也无法抽身 我只好把我母亲接过来帮忙 直到浩敏后来转业到地方 我们才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浩敏转业后被安排在县土地区上班 那时候也是闲职 上班比较轻松 而我作为厂子里的老员工 又是师傅级别的 基本就上长白班了 相对来说也舒服不少 但一元日子就这么不嫌的淡的过着 没撑下一场全国性的下岗潮 悄悄地吵起来 其实那时候听广播 看电视对下岗 借此也有所耳闻 但我心里还是很淡定的 有一次我跟浩敏开玩笑道 再怎么下岗 估计搞不到我们纺织厂头上吧 全国十几亿人 哪个不需要穿衣服啊 浩敏听了笑笑 不置可否 估计那时候 他已经嗅到鼓励下岗也不远了 果然 我们纺织厂也开始一波一波地开会了 会上领导意思很明确 就是要缩减人员 还说什么破产重整等等新名词 总之 那时候我意识到危机感 在我四十岁那年 我作为厂里最后一批人工 一次性被买断了 我漫漫没想到啊 人到中年 上有老 下有小 好不容易顶替来的工作 到头来是竹篮打水衣敞空 那段时间 我神清沮丧 快要到崩溃边缘 好在浩明安慰到 怕什么 你不是还有我吗 就是在家待着 我也能养活你 所以 我这辈子最喜欢听的一句话就是 别担心 有我呢 话是这么说 但我怎么可能坐吃山空呢 很快我在浩明占有妻子的介绍下 去了一家宾馆上班 其实 当时是有意让我当会计的 无奈我肚子里那点墨水 早就还老实了 后来只好安排在洗衣房 没多久又做了保管员 一直干得我退休 记得当时退休金得到1800块钱 要知道 我可是有30多年的功名啊 后期保险都是自己花钱买的 但小县城工资水平就那样 关键我属于企业退休 退休金肯定少 儿子大学毕业后 游在省城工作 后来找的儿媳是她高中同学 不久两人举行了婚礼 我们老家有这个风俗 就是新婚第一年 去各家拜年的时候 有机心轻的说法 当然 第一站肯定是外公外婆和舅舅 那天我回到村庄 去菜地给母亲妈点菠菜 正好碰到发小玉娟 我们俩寒暄几句后 玉娟就羡慕地对我说 你儿子也结婚了 人生愿务也算完成了 拿着几千块钱退休金 小日子唱得过 我一听赶忙白白手道 快别提退休金了 少得很 只有两千块钱 玉娟文听有些不相信 她说 你跟我表姐是一年顶替的 她说等她退休了 大带能拿到五六千块钱呢 玉娟的表姐我认识 当初我们经常在一起玩 可能比我大一两岁吧 她也是顶替她父亲的班 但她选择当了一名教师 一名乡村小学老师 如此看来 教师的退休金 要比我多一半 还带转弯的呀 知识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啊 那天我回到家闷闷不乐 后面还以为我身体不舒服呢 在她里一再追问下 我只好一五一十地 把玉娟了解的情况 说给她听 后悔自己当初 为啥不听父亲话 去当老师呢 那样退休金 比工人退休金高很多呀 结果浩明说道 你这人真是有意思 现在纠结这个 有什么用呢 钱有什么多少的呀 你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还不行了 知足常乐嘛 在浩明的劝慰下 我当时告诉自己 别想那么多了 其实我非常幸运了 本来自己的学习就不好 如果不是父母心疼我 让我替班 那我肯定在家修地球啊 所以说 生活中很多烦恼 都是自己带来的 凡是不钻牛角尖 以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 快乐就会多 大家说 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欢迎评问区留言